陷害过他吗 今天他抓到机会来报复吗 这个这账就消了嘛 所以接受这个惩罚 接受这个贬义 他可以很安心很欢喜地接受 这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 更严重的 那是遭到重大的刑罚 那么在历史上 众所周知的 像宋朝的岳飞 尽忠报国 不信 为勤愧 所产 这是被害了 不但是 在过去 斩首 分尸 甚至于灭门 灭九族 这些人 也都是有道德 有学问 他们没有丝毫 怨恨之心 这个九 比其名就更深更广 不怨恨这些陷害自己的人 也不怨恨了帝王 而自己认为 自己应有所得 为什么说应该造这个报应呢 秦世造的阴 阴国通三世 他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心平气和安心来接受出发 这个出发 云云云亡 那么像这样的人 后人明白之后 没有人不尊敬 没有人不爱护 不但 人尊敬他 天地鬼神都尊敬他 他决定有无穷的佛报 岳飞在当年虽然是被冤枉被害了 可是岳飞之名 岳飞的精神 永远活在我们民族 每一个人的心里 提起来千年万事 哪一个人对他不尊敬 这是他的佛报 乃至于他后世的子孙 如果要听说是岳飞的子孙 一般人都会另眼相看 可见的 可见的 佛与佛啊 很难说啊 当时看起来是佛 往后一看呢 这佛就变成佛了 岳飞这个秦桧 在当时看到他是佛啊 他做了宰相啊 安安文文过他的这个 大富大贵的生活啊 可是往后面远处再一看呢 那是佛害啊 这真是所谓啊 佛习佛所义啊 反过来啊 反过来啊 那个祸害也是福之所义 祸福很难讲啊 都在当人的一念之间 一念 心平气祸 没有丝毫远恨 祸就转变成福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由一念不平之心 由一念愤慨之心 福也变成祸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英光大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故事后